Hello 現在我將會用一隻舊極體來完成靈石的鋼鐵不兇獸 鋼鐵不兇獸這關是上級的 我又要努力一番 為什麼大家說...為什麼你不用全舊極體陣進去啊? 為什麼要用這麼... 這麼糟糕的陣呢? 其實全舊極體陣我是有的 但問題始終有剛剛開始玩的朋友 是不會有全舊極體陣的嘛 盡量讓他們可以打到上來啦 希望會幫到有些新手朋友啦 如果不懂得打的話就可以參考一下啦 只有一個舊極體的也可以 當然我會帶MVP進來啦 這樣有的就...當然是最好啦 是不是? 其實還是那句的啦 那就...可以把那些... 那些... 南瓜獸先啦 其實南瓜獸很有趣我也很喜歡 但他實在太多血很恐怖 呵呵呵 好!他有光安命中啦 OK...不要緊 一隻... 一隻... 第二隻... 不知道明天...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明天是超惡魔獸的出現呢? 大家不知道會不會很期待又很興奮呢? 超惡魔獸 超惡魔獸是一隻令我非常難忘又深刻的一隻舊極體 當時我是... 呃... 那我用完所有石打到五顆碎片啦 那我打算... 用三個小時時間 然後... 呃... 有... 大概... 課一次金啦 那我用完石只有五顆而已 那我課一次金大概有150石啦 對嗎? 那我相信150石怎麼都打到兩碎啦 嘩... 誰知道... 唉... 原來是... 打不到的啦 是一顆碎啦 那當時... 呃... 舊極體的難度是非常難的 那沒辦法啦 對啦 這樣就令到我對超惡魔獸是非常之深刻的 那我相信我是會打一隻的 那未來也會出一個我打超惡魔獸的方法啦 那希望也可以幫到大家的 對啦 那現在就說回... 說回這一部分 對啦 其實鋼田不封獸有沒有用呢 我覺得... 有一隻碎片都要的 對啦 就是從來我都說... 呃... 人家說最廢的東西一定是有用的 對啦 那我是... 我記得有網友是記得我說過那些東西的 然後他就引用回這個句子 我覺得很棒啦 我覺得... 鋼鐵弓獸還沒下跌過的 不要緊啦 我用了一隻究極體 其他全部都沒有覺醒 任何抗性那些都是沒有的 如果喜歡我的短片 或者覺得我的短片有用的話 可以分享出去幫其他新手朋友吧 如果想得到我最新的動態 可以訂閱我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